想必大家对农历七月的禁忌都不陌生了 这个时节有很多地方长辈都会警告小孩 不要到一些地方免得出事被抓交替之类的 今天就要带你来看农历七月不要随便乱看的灵异录像 炎日的夏天又刚好是农历七月 大家为了消暑最喜欢去的不在乎就是海边或是游泳池 但偏偏这又是这个月份最危险的地方 近期新闻也报了好几个人到海边不幸烟腻的事件 这个影片可以看到一位父亲跟儿子在游泳池玩水 影片一开始他们两人都站在游泳池旁 男孩拿着相机往水里跳进去 就让他跳下去的那刹那 他的右侧腰际可以看到一双神秘的手推他 男孩似乎没有发现那双诡异的双手 相机转向可以看到爸爸还是站在原本的游泳池旁 所以那双手也不是他的 男孩将镜头往自己的方向拍 但是明显看到他后面没有人 爸爸随后也拿起相机准备换他跳水 刚好也关中一个更好的游泳池光脚 让我们更确定的是水里没有另外的人 上传影片的爸爸在资讯栏表示 他当时只有自己跟儿子在那处的游泳池 他们的朋友就是在另外一端 这有可能是灵异鬼兽想要推男孩一把 还是只是一个好玩的鬼兽呢 第四 农历鬼娃 农历七月最让人害怕的其中一个东西就是 有脸有身体的玩偶 因为这个时候鬼魂最喜欢附在有形体的物品里面 这个影片可以看到一个玻璃柜里放着极致仿真的娃娃 当镜头拍摄时其中一只娃娃突然动了 拍摄的男子表示在录影前就已经看到娃娃已经动了几下 所以才开始录影 管起来的柜子要坐假也比较困难 除非玩偶能够遥控 不然男子真的应该要考虑搬家了 第三 与你共眠 网友上传一部影片表示到一个传说闹鬼的物资主一晚 当天也在夜晚开了直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位网友躺在床上撤睡 本来都没有什么异状 直到她的头发像是被一个奇怪的风或是力量触碰一样 没多久后女子将手放额头上伸展 但是她的手筹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转动 就像是有人抓着她一样 不久后她头发又开始移动 这次还有奇怪的狮猴跟敲打声 听起来像是有人在麦克风附近讲话一样 但是声音太小所以听不清楚在讲什么 不过有网友表示好像听到getouts两个字 随后她旁边的evp仪器开始闪烁红灯 虽然我们看不到什么明显的鬼影 但是确定这里的灵魂并不希望跟别人一起共享房间 咱们来吃起来啦 何月能可以听不懂t 第二 前屋靈魂 一个在德州的新家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件 一位网友正在拍摄刚整修好的新房 想要看整修前后的差异 但是却意外拍摄到奇怪的画面 屋主从房子外的泳池开始拍摄 当他走进客厅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小孩身影躲在昏暗的门后 拍摄的人似乎没有发现这个身影 并快速的移到另外一侧 当镜头又转回去时 这个身影快速的跑过画面 屋主是在之后看到影片才发现这个奇怪的画面 根据当地这间屋子的传说 之前有个成障人士在这间屋子里过世 那时候不小心跌进泳池里淹死 随后住进的住户都表示有看到坐轮椅的影子 如果我们将影片放慢 可以看到这个像小孩的另体 其实就像是坐在轮椅上的影子 你们看到了吗? 一间在1985年创立的鬼衣小丑汽车旅馆 里面约有2000只小丑玩偶跟雕像 整个环境根本就更惊悚恐怖片没有什么两样 让整个旅馆更添加恐怖气息的就是旁边100多个坟墓的历史 曾经到这个小丑汽车旅馆的旅客或是员工 都表示有遇过奇怪的灵异现象 像是门自动关上 还有晚上听到不明的声音 一个YouTube灵异团队Paranormal Voyage 到这里调查 并在他们大厅里面开始灵异沟通影视 那里有了只与人大小差不多的小丑 许多人都表示看过这只小丑自己动 团队在录影当下没有拍到小丑移动的画面 就打算收工离开的时候 侧拍的相机却拍到以下的画面 - 但你知道吗? - 这都花了很多的能量 - 这都对 - 他说要留下这一线 - 但我会告诉你这个 - 从今晚的感觉 - 你们真的有关系 - 在这间房子 - 在这间房子 - 什么都在这间房子 - 需要我的帮助吗? - 你知道吗? - 我没有关系 - 他的手就直接移动了 - 真的吗? - 他在下跌了 - 他直接移动了 - 我在看... - 哇! - 那里有什么事? - 两个手就移动了 - 谢谢! 农历七月天气不稳定的时候 大家出门还是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铁翅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把我按喜欢和分享 - 想看更多灵异恐怖影片 - 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 -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 拜拜!